现在距离我们最近的民调选举 其实就是2022年的总统选举 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 胡东信大哥 其实有一个所谓的民调公司 叫做ET Today民调 他们透过手机民调 简单来讲他们都对年轻人来测 后来这个民调有趣的是什么东西 蓝跟绿都定于一尊 蓝的话他们对比很多人 陈时中 林又昌 郑力军 或都不支持梅建等等的 定于一尊是陈时中 蓝的呢 蒋万安 罗志祥等等的 也是定于一尊是蒋万安 可是呢 以现在状况来说 你看哦 2020年9月的时候 陈时中跟蒋万安是非常接近的 39.1跟43.7 可是呢 最近可能因为防疫的关系 或等等的 两边拉开了 34.5比49.7 确实落差差了15.2% 可是这个民调我看了老半天发现 关键原来不是这两位人啊 跟蒋万安跟陈时中一点关系没有 关键是黄珊珊啊 民众党只要一加入黄珊珊拿18% 然后蒋万跟陈时中的距离 又拉到32.3比38.8 相差不到6%左右啊 换句话说其实现在对于 蒋万安的致命毒药 其实是蓝白合作 是蒋万安的致命毒药 好 请容许我做这个 综合性的评讯 好龙斌是前市长跟我是高中同学 他第一次参选市长的时候来招我 我说你一定当选 他为什么 我说我长期观察了台北市的选民结构 一定难大于逆 第二次 有没有记得 苏贞商要选台北市长 那郝龙斌很紧张啊 他找那个副市长李永平 小姐他我们认识来找我 我说你放心 一定会赢 他说为什么 台北市就难大于逆 就就如此 所以郝龙斌两次当选 就是台北市的选民结构 好 这个结构事实上依旧还在的 蒋万安最高达51.4 我来分析 一 蒋这个字 蒋介石或蒋经国 对某些选民还是有个迷思 一个神话式的迷思 国宅里面都是汉笑 就是一个正式迷思 还有包括我们过去的 你可以说洗脑教育 还有台北市 基本上还是难大于逆 好 黄珊珊小姐突出来以后 为什么拉近 三家分近 三个人分 但是黄珊珊所吸收到的是 崩满民进党的 或者中间选民的 所以还是讲话要有利 但是黄珊珊小姐要当选 不容易为什么 柯文哲市长的影响力 已经边际效应递减 很难转嫁给黄珊 好 那陈时中呢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的 陈时中部长在这段期间 有好有坏 所以对他的民调就不稳定 不是绝对 如果是去年耐力很强的 但到今年因为疫苗问题 他就有点弱了 小王安的优势就是 第一 他选利而已 一张白纸 两奖的迷思 还有台北市的蓝大鱼律 用股市说 Win for profit 自然就捡到了 但我还要提到罗志强 罗志强先生 声量很高 但是我要建议他 千万不要用负面声量 尤其是乞丐这两个字 对你形象大伤 会影响你一辈子 我建议政治人物在罗润书的时候 不要用那种 会影响到个人 甚至到影响台美关系 影响自我形象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好 其中选举2022年 美国的其中选举 往往对民进党不利 对执政党都不利 一致如此 美国的像川普也罢 包括拜登也罢 都不利 所以民进党对2022年的 不管 县市议员或市长选举 包括池牙事议员 都要非常小心 你看 六都市长五毛族权力 你看民进党的陈其迈 国民党的卢秀英 都非常认真 那你很难想象 过去我听说了 在年初了 听说郑文山今年8月要组合 听说而已 结果一个富尔特事件 就整个乱了 这个事件证明说 台湾这个政治的形势 真的有点像这次的烟花台风 不知道风向扑朔迷离 到底要往北走往南走 或直撑台湾 所以政治人物还是非常小心 即使蒋万安目前拔得头筹 也并不表示你一定得利 为什么 如果民进党在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比如说国产疫苗产生 还有很多各种国际疫苗进口 那我们的疫苗普及率越来越高 那对蒋万安一定有利吗 对陈时中就有利了 所以政治人物面对选民 我常说就像走钢索的瓦人达 要非常小心谨慎 绝对不能掉以轻声 这是我简单的报告 是 石器姐 其实你看我们来观察 如果是撒卡都的状况 我们对于这些政治人物都很了解 包含陈时中 包含蒋万 包含黄珊珊 其实陈时中 现在我可以预言 现在是他民调的低点 假设是他的话 因为随着疫情结束 他民调一定会往上爬 经济的恢复 疫苗慢慢打 民调一定往上爬 黄珊珊 他背后其实代表不是黄珊珊 代表是民众党 代表是柯文哲 民众党跟柯文哲 是有爆发力的政党 他们也有可能 随着整个选情的紧绷 而跟民进党的捉对厮杀 民调也有可能持续往上爬 唯独蒋万安 我们观察蒋万安这个人 其实他是非常保守的 他有点类似是我一开始开多少 我最后只会往更低 只是看低的幅度多少 所以其实这个民调 是不是要劝一下 我们国民党的朋友啊 要赶快跟柯文哲保持距离啊 跟民众党保持距离 现在很多人还站在他旁边说 柯文哲好棒棒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不只是 我们看台北市长的 这几个民调 包括了游云龙老师的也好 或者是美丽党电子报也好 在政党支持度上面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种长期趋势以来 民众党跟国民党的民调 其实是同一群人所组成的 这边高这边就低 这边低这边就高 他们已经都是男的啦 对他们的支持者是互相流动的 那所以你看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执政党的防疫措施 难免会遭到抨击 他会这个政党制度会下滑 陈时中的满意度会下滑 可是你看在国民党的 整体的政党制度 他却没有往上升 上升的反而是民众党 所以这个民众党他吸的 吸的其实很多是 是蓝营为基础的支持者 那所以玄妙的地方就在于说 当柯文哲现在成为了一个 炮打执政党的总司令的时候 他已经盖掉了国民党的角色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很故意 也都跟柯文哲作对施杀 故意不理国民党 因为柯文哲比吵起架来 比较像个咖啦 就是你如果要跟国民党的吵架 你还真不知道要找哪一位来吵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譬如说像昨天 柯文哲不是抛出了一个球 说啊 我台北市要买第三剂疫苗 然后呢 他在抛出 这个风向球之后呢 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 立刻跟随 好 那我们要来跟柯文哲 一起像 像柯文哲的小弟 对 就是 哇天哪 你国民党的党主席 怎么会变成柯文哲的小跟班 哦 好 好 好 大哥这样讲了 我们赶快跟大哥一起去 向执政党来施压 我们也要买疫苗 然后结果柯文哲还直接给你胜脆配 说啊 这个东西我们以后 在这个要看看未来的情势 他完全没有在李江启臣 提出来的这个跟班的呼吁 这个需求 连柯文哲都可以赏你江启臣耳光 就是你看看国民党已经 已经卑微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要提醒 一直在提醒国民党说 当柯文哲成为一个 炮打绿营的总司令的时候 你国民党的角色会持续的被稀释掉 你的角色被稀释掉 你的支持者就会流向白 当蓝白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的时候 你们就会变成同一个 同一个这个水桶里面的这些鱼 你们很难会有自己的这个盘 所以对于蓝来说 当柯文哲这个声量超越了国民党 然后变成了一个这么 声量极高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炮打绿营总司令的 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国民党真的应该担心 而不应该跑去附和 包括了像那个 卢志强台北市议员 他也没有要跟你市长监督市政 当柯文哲讲什么 他就立刻去哇力挺柯文哲 就是说角色都混乱了 越这个样子 越能够做大柯文哲 然后会让国民党越来越小 因为你国民党的血 是不断输送给柯文哲的 所以柯文哲就会像一个水质一样 他之前已经吸干绿营的不少血了 然后绿营哇当时也被吸血 你吸的这样子命胜小半条了 然后他现在吸饱了之后 现在要跑去吸蓝的血的时候 蓝的还这么开心的说 哦好给你吸给你吸 蓝的还给他输血 我跟你讲 对所以这个就是匪夷所思啦 那所以国民党里面其实 譬如说像叶元智 叶元智是反对到底的哦 他是炮磕炮得很猛的 可是除了叶元智之外 你看看在台北市议会国民党的表现 哇相当之软弱 而且是权力在附和柯文哲 柯文哲做的任何防疫的缺失 国民党都不提出一些质疑 不提出一些监督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蓝白似乎现在的确是 逐渐水乳交融的这种感觉 所以一旦放在2022的市长选举的时候 黄珊珊还会持续成长哦 她现在是这个18% 她如果再往前冲的话 如果柯文哲的声量 她的带头的效果 再猛一点的时候 黄珊珊是有潜力往上再增长的 她往上增长会吸到谁 当然是蒋万安嘛 因为蒋万安的表现 其实就比较没有爆发性 她的表现就比较能够被预期 她就是一个在框架里面 行走的一个乖宝宝盘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只会不断的 被一个有爆发力的人 抢走 抢走 抢走选票 你被抢走的越多 那所以得力的会是谁 会是陈时中 会是绿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 如果是萨卡都的话 蒋万安领先的幅度 其实是低的 所以你这个稍有不慎 一有闪失 这个整个盘就会 很可能会重演这个 1994年台北市长 萨卡都的那个局面 所以当国民党看到 柯文哲的声量越冲越高 炮打民进党好有力量的时候 不用在旁边当拉拉队啦 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主体性 而不要说柯文哲不管讲什么 哇 从党主席以降 市议员声量最大的 这个罗志强全部都跑去附和 这件事情只会助长 柯文哲的民调和声量 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伤 是 任君哥 其实现在民众党 跟国民党的互动 我觉得很像那时候的 国共合作啊 民众党策略很简单嘛 七分发展 两分抗律 一分合作嘛 国民党跟民众党 有合作的空间吗 你单就台北市 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 要嘛就是黄山山不选 你保蒋万安 要嘛就是各区市议员 民众党不提 保国民党的各区市议员吧 最遭重的是什么 民众党全吃耶 总之台北市长也提 台北市议员也提 然后呢最后呢 跟国民党的盘一样大的时候 2020年跟国民党来和谈 搞不好国民党做负的 所以这是现在为什么 我们的好朋友 叶元之紧张成这样的原因 因为他们选去有很强的 民众党的市议员候选人嘛 叫做Z9嘛 所以我想问 这个局往下看 或是说你观察 柯文哲现在的情况 他真的有可能一口 把国民党吃下来吗 你先看这个民调 因为这个是7月13到16座的嘛 如果就萨喀 下来比的时候 陈时中32 蒋万安将近39 黄山18嘛 但是你知道在今年 三月份的时候 TVBS做了一个民调 同样是萨喀都的状态 就三个下去比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 这个蒋万安有43% 然后呢 陈时中有35% 黄山3只有12%而已 那6%他各吃3% 所以你看短短的 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版图其实有一些变化 所以这当然看起来就是说 第一个黄山的民调 就是支持的 支持度的这个部分 它在那么短的时间 你也吃掉了两边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是蒋万安 跟陈时中的差距 其实相对的变小了 也就是蒋万安当时是43% 然后这个陈时中是35%嘛 你如果现在再比起来 那个第一个是差距缩小 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 就你刚刚提到了 国民党为什么这一些人 有些人很反 就是会反柯文哲 但是有一些人会直接蹭过去 因为很简单 国民党现在没有一个 话题性的人物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在准备的是什么 就是下一次的议员选举嘛 那我如果今天蒋万安没有错 我跟你讲 他在自己党内互比的时候 他吃的是形象牌 所以他跟党内的人互比的时候 他永远都高很多 你看他跟罗志强比 罗志强一直在营造声量嘛 可是蒋万安几次 上一次那个友台的民调 其实做起来 蒋万安都大幅度的领先 但问题是形象牌这件事情 能撑多久 也就是在这一次疫情里面 为什么黄山会上 当然柯文哲他的嘴巴很厉害啦 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 他会制造话题 选举还是要对立 要有肉搏 要有血腥嘛 我们就讲说成平时期 没有政党发展空间 就是只有乱世的时候 小党才有机会上嘛 那当然柯文哲这样做 然后包含到黄山这段时间 他是站在第一线 所以你看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从9% 10% 11 12 慢慢上上上上到18%上来 那对于国民党来讲 他其实遇到一个 最尴尬的状况就是说 蒋万安没错 他形象很好 那你告诉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蒋万安有什么角色 他其实没有角色 其实他臣也没角色 是 败也没角色嘛 所以他是一个很虚幻的 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真正到作对撕杀的时候 他还能维持在那里 不可能吧 因为大家一定会回去问他嘛 所以现在国民党要比较担忧的 其实是如果民众党 不管是柯文哲或者是黄珊珊 他形述一个形象 我比国民党会对抗民进党 他就是反律共主啊 蒋兰当然不会被挖走啦 蒋兰讨厌柯文哲的 讨厌民众党的一堆啦 也有人不喜欢黄珊珊嘛 这个也都慈品讲嘛 可是现在森兰的盘有多大 你有很多是那种 就是我可能两边都不满 但我可能真的没办法投票行为 这是投给民进党的人 柯文哲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你想想看哦 国民党真的该悲哀的是什么 国民党一个百年政党 这么多的大佬 这么多的政治人物 比不上柯文哲说一句话 柯文哲讲一句话 弄了一个声量之后 所有人哇你看看 柯文哲比国民党还厉害 一个人打垮一个党了 这里面还没有黄珊恩角色 黄珊恩从来没有针对政党的部分 去提出批评 他也没有针对那些东西去批评 他现在这一段时间 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 那我就做我副市长的工作 所以他没有在政治语言上面 多所琢磨的时候 可是加分加到他的身上去了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 国民党最大的危机说 如果你今天这些人 这个讲话案要当不沾锅 我不去碰政治 不去碰疫苗 不去碰疫情 我什么通通都不要的时候 我跟你讲就很简单 在这个阶段里面 很多人就开始关注到 会讲话的人 那这一关注下去之后 人心思辨 人要是心一变了之后 就像跑掉的女朋友 不见得你追得回来 你知道吗 你要是要再把那些 支持的带回来 说其实我也好棒的时候 人家看了就是你这段时间的表现 其实我一直观察到 我感觉包含民进党 或是执政党的策略 是跟柯文哲捉对施杀 因为你越捉对施杀的话 会越凸显柯文哲 反律总司令的形象 你越凸显他这样的形象 其实是掏空国民党的 民意支持度的地基 就我了解 你自己是新北市议员 然后就我了解 其实民众党在新北市布局 也包含各区很多区 都会推一些议员的人选 所以其实这些 对于当地的国民党民态 到底是焦虑还是庆幸 我其实坦白说 我一点看不懂 因为其实民众党 他在全国的势力 主要还是以台北市为主 因为柯文哲他有行政支援 而且台北市又是重中之重 可是在各县市呢 其实民众党的声音 就没有那么大 尤其是这个2022 除了县市长选举 还有市议员选举 民众党其实他们 也在积极的布局 这个积极的布局 他抢到的票 其实就是现任议员的票 还有一些空气票 当然国民党 还有国民党的这些议员 他们当然对于民众党 是没有办法完全认同的 因为你要抢票 可是我觉得民众党 他们的整个政治的走向 当然也还是集中在台北市 对于民进党而言 当然我们首要的要务 就是希望可以拿下台北市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了 所以说柯文哲他的立场 他就是民进党他的敌人 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跟国民党 他们现在是属于朋友的状况 那这样子的效益呢 它要延伸到其他县市政府 我觉得其他各地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在新北市 其实民众党他们的支持者 其实在蓝绿之间 还是都是占有一定的支持者 是哦 新北市还是蓝绿都有就对 对 还是有的 因为其实新北市呢 它其实在某一些地方 包括板桥 它这些比较都市化的地方 民众党还是有一定的 这些支持者 那他们要怎么样去拿到蓝银的 要怎么样去拿到绿银的 那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目标了 但是因为新北市 主要还是侯友宜 所以呢 其实他们 还是希望跟侯友宜 站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小心的是 民进党他们也在觊规 民众党也在觊规 国民党的支持者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每个地方 一局看一局 但在新北市来讲的话 国民党反而要小心民众党 对啊 其实我觉得全台湾 其实大部分国民党 都应该要小心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的策略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清楚 他就是要当2000年的宋楚瑜